公布 传出清宋的花莲县长傅昆奇 透过名嘴向金普聪传话 希望国民党礼让11席立委 宋楚瑜就会退选 但国庆双方面对传闻都异口同声否认 花莲县长傅昆奇 号召民众力挺宋楚瑜 还送上10万份联署书 但是隔不到一个月 就传出他透过名嘴向金普聪传话 希望国民党礼让给亲民党11席的立委 换取宋楚瑜退选 但被金普聪拒绝 亲民党跟国民党之间有任何的协商 或是谈话或是意见交换 那么都是以宋主席跟秘书长为准 其他外面所有的人 这个热心的人士我们都谢谢 但是他们都没有经过授权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泛南席是极大化 国庆能够合作 创造大家的一个合作模式 所以有关于报道的内容绝会事实 亲民党否认传闻更强调宋楚瑜不可能退选 而国民党则是低调必谈 倒是立委很苦恼 希望国民党同志别再放话 这个事情应该是耗死之徒 想尝试要帮国庆解决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种思考跟这种主张 是越忙越忙 其实亲民党向国民党讨立委席次 传闻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随着宋楚瑜批马火力越来越强 传闻中的李让席次也从四席扩增到十一席 可能是难度太高